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萌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公告吧 這邊有一個卡池問題啦 就是我們 稍微小聲一點 就是我們 這個9000傷有沒有 它有一個BUG 就當你 只有皇輔聲的時候 原本說你第一個陰靈是應該是秦維鋼或是 風鈴聲嘛 那我 你就變成說你在這兩個情況下 你沒有的情況下 你第一支會得到秦維鋼 然後 會補償 會補償 它這邊有說是6月16號10點到6月17號的6點 我想一下我是不是 對 沒錯 我就是這個時間抽的 我就是第一天的 第一天的那個凌晨 就是17號凌晨 大概是 我都是凌晨完啦 所以我就是 沒錯 我就是時間抽的 那我就抽到秦維鋼 然後我的臉就綠掉了 那其他人的話會補償時間抽 全服的話是時間抽 大概是這樣 那你們也可以看一下那個 他們微博也有公告啦 我們來看一下微博的 我來看一下微博的 好 微博這邊也有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啊 點點看 因為有時候這個微博你要有微博帳號 才可以點進來 我那不能看 我那不能看 就是你要有微博帳號才可以看 我看一下微博大概講怎樣 我會在我的影片下方資訊然後貼上微博的 微博資訊 這是我今天玩到一半 然後就 斷線吧 斷線 我沒辦法 玩路府常常會 連線中 連線中 我就很氣 很氣我就離線 我就不玩了 我常常這樣子啦 網路府我就不玩了 所以我都半夜晚 你如果是那種晚餐時間有沒有 就七八點啊 晚上十點啊 九點啊 網路很不穩 這幾天他們在微博上罵得很慘啊 你們在上一期可以看到那個留言啊 大家的留言 就說這家公司怎麼 怎麼按改啊 亂改機率啊 什麼的 那他有仔細解釋啦 仔細解釋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有跟大家道歉這樣 一個歉意 一個歉意 可能我沒有講的話 搞不好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為你們就沒有發生啊 台府玩家不太會知道啊 不是啦 台灣玩家不太會知道 因為那都在 陸府沿上嘛 在那邊討論區沿上這樣子 我也是有人跟我講才知道 好 總之你沒有抽的人 或是沒有發現這個問題的人 就是會拿到一個十連抽 6位20號會發 我不知道現在發了沒啦 這裡 喔呦 十連抽發了 喔 在這邊 喔 在這邊 公告也有寫嘛 喔 這邊 那這個內容 大概就是微博上的內容啦 複製貼上過來的 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還算有誠意吧 我上一期才剛抱怨完而已 因為我也是臉都綠掉啦 青衛剛跟那個誰啊 風鈴聲 一個在天 一個在地啊 兄弟 我們出了半天的這個 十字印對不對 50抽我才抽不到青衛剛 好啦 反正我到時候會拿到 理論上我會拿到這個三選一禮盒 那我當然就是 風鈴聲啦 還要說 好 算你有誠意 被罵得這麼慘 這幾天討論出來一個結局 一定是他們內部有兩方意見 如果只有一方意見的話早就處理了 不會拖這麼多天 你們看今天幾天啦 17號到現在幾天了 已經三四天了 我們看這個卡 你看 已經過四天了 原本是14天嘛 已經過四天了 四天才處理 有人在我的頻道 我們的Discord群有留言 說想要看內容 他說他沒看清楚 沒看清楚 你看收完信就沒了 沒有一個log檔 這個遊戲是信收完就沒了 他不會給你一個log檔 日服遊戲基本上都會有 比如說你收完獎勵之後 他告訴你剛剛收完哪些獎勵 這個遊戲沒有 那你就多看一下吧 剛剛已經 我這個影片剛剛已經錄下來了啦 反正沒有的話你 看微博上面的資訊也OK啦 好不好 就是那樣就是那樣 那這個三選一禮盒6月25號我才能拿到 他要處理三個工作天 因為他要去撈那個資料 撈 你看看這個伺服器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玩家 這麼多賬號 然後他要去找那一天 這個時段 抽了人 然後剛好他是在這個機制下 發生了BUG 就是我這個情況下 然後他去撈這個LOG 撈這個資料庫的資料 他又不能出錯 他要花很多能力 你看這邊有 挺良心的啊 沒出之前不是罵翻了嗎 對不對 補償公告 挺良心的 阿之龍 我也是有點難 一開始我抽到情緩剛之後 我就覺得 瘋鈴聲 沒有瘋鈴聲 沒有強力奶嗎 你知道很多副本都很難過 真的很難過 我看那個什麼太原引力真的是 超級痛苦 好沒關係 就這樣就這樣吧 就這樣 就這樣 我就拿禮盒 反正我們是那種 無客宅啊 無客宅 無客宅 白嫖玩家 是這樣如果你沒花錢有沒有 損一受傷的時候 我都沒感覺 那會不爽的就是花了很多錢的人 他說我這麼支持你 我花了這麼多錢 包又要幹嘛的 就儲值又幹嘛的 結果你搞這個烏龍 那不能得罪這些課長啊 得罪我沒關係啊 因為我們這種無客玩家根本沒感覺 得不得罪就無所謂 你看我也沒說什麼 我只是說就這樣吧 我只是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就這樣吧 好 那 總的來說 喔 喔這三隻我有了 然後這邊我缺風雲生 這是我拿到了三選一禮盒之後 我也有了 那就非常棒啊 活動的話來看一下 弗魯城的話到幾號啊 我要不要來打一下 不知道打不打過 沒有看攻略喔 都沒看攻略 30嘛我上次好像打到30而已 所以我要挑戰至少要挑戰40 那我這邊有三個這個可以買 我來買一下 再來買一下 氣血喔 鐵尾 單體 這個吧 這個吧 鐵尾氣血沒屁用啊 好 待會我就來打一下 看一下啊40層會不會突然難度暴漲啊 這個活動 我們來看一下 到29號嘛 也就是說25號我拿到蜂蜜身的話也可以再來挑戰 好 那我就來先來試試看 先來試試看 好就準備來試一下 試試看 打不過再說吧 今天的日場比較簡單 今天那個浮屠城日場就是 雷台賽啦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雷台賽大概是所有浮屠城日場裡面最簡單的關卡 就這波打完之後他會 這三次好像會出來 然後再打完這兩隻 跟這三隻好像也會跑出來吧 好像就三坡吧 然後 你把這三隻打死之後你會退回原位 然後他們會 又跑到這邊 還蠻簡單的吧 我就用這個組合就過了 隨便打都過 所以太簡單了就也沒有說很好玩就比較簡單而已 比較簡單比較輕鬆那你的那些 地清零就可以拿得很爽 然後傷層就換得差不多了 說實在已經換得差不多了啦 這些該換的換一換 然後銅錢換一換 紅光換一換 這兩個換完之後其他的CP值就很低了 這個紅光跟這個銅錢CP值就超低了 你看這個 五個才換兩個紅光 那每天拿220 220 除以5 乘2 只能拿88個紅光而已 那有什麼好換的啊 就努力 每天打220然後只拿88個紅光 紅光真的很不值錢 然後銅錢也是就很少 這個 比子很低 這個比較高一點 你們可以去算 那其他的話就是一些 我就覺得 收手啊這些東西就很普通 不換都沒差 也就是說你這個日常你就算每天沒有打到 13也沒差 新手玩家 剛入坑玩家打到7 8層也沒差吧 我覺得啦 不過看起來就要打到第9層 因為第9層有給這個啊 裝大寄存器這個比較重要一點 好這個 所以說 這樣玩下來已經玩了 一半了嘛 跑了一半 該換都換的差不多了 好 好 那我們來玩挑戰一下吧 這邊我待會來想一下要怎麼弄 好的我剛剛已經打到40層了 我自己就先摸了一下打了一下 那我們來 看一下這個思路吧 好首先 呃 呃 挑戰的關卡的boss是黎幽嘛 黎幽是宙斯 我建議你是用果倫德 不要像我一樣 用黑龍 因為黑龍真的彈不太住 會被黎幽給搞死啊 黑龍是誤防啊 彈不太住就對了 好然後 因為我有冰璃嘛 冰璃怕那個 綠屬性 所以這邊的 好這邊的玉池良就不要用 玉池良不要用 好 那我們來 想辦法湊出40分吧 好首先這個9分要用 好那這個10分是40層才開的 先不管 你還沒打到40層之前你是不會解鎖的 先用9分 然後這邊互刺嘛 互刺一定是選高分的 好互刺 選高分 那這邊的話 黎幽的話 基本上 好這個6分的我試過打不過 4打1 5打1都打不過 他太強了 就是我4打1黎幽 我的黑龍死掉了 4個人打黎幽我打不過 所以我只能選2分的 然後這邊玉池良我剛說了嘛 不要選 因為我的冰璃被他剋 很容易被他秒掉 好當我黑龍死掉之後 我的冰璃就死了 好然後 英系的話 因為他是鐵位嘛 藍屬性的 所以我才會建議你說 你用綠屬性的古倫德應該會好一點 那因為我們要衝高分只能用這個5分的 這個積分5分的 好這邊楊環也是40層才開的 這兩個不管 好那其他這些小兵的一些buff 全選 好這邊都全選 好這三個不要選 這三個不要選 選的話你會很痛苦 有個爆炸 然後有一個棉石 拿一個護盾 這三個不要選 那這三個得選因為都是3分 雖然很討厭 什麼治療效果降低啦 他們普攻加1啦移動加1啦很討厭 追不 有時候追不到他們的很討厭 尤其是那個黎優跑得比我們還要快追不上 那這時候我們差1分嘛 差1分你就這兩個選一個吧 我是選這個啦範圍加1 好 絕學加1可能就比較不好就選這個 好這樣就剛好40分 我的思路是這樣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我來演示一下 我就打前面的小兵好不好 就打前面 那殺到聖黎優跟那個英系的時候我就不要打了 因為打不過 不是打不過不好打 要可能要很小心 然後可能要毀騎 那我沒有毀騎嘛 我只能毀一次而已 好那我用的主要是長怎樣啦 我沒有那個 我沒有那個瘋媽嘛 就只能用太遠很慘 然後沒有好的戰陣 來吧 那我們的那個 那我們的那個 這一隻有沒有這隻又負責 負責AOE 夏侯優負責AOE啊 好大概打個七八分鐘吧 好不好 這隻有可能會暈你喔 那暈的無所謂啦 這隻螃蟹是不是 他要暈我們喔 那沒關係讓他暈吧 如果觸發的話 好這次沒觸發 好 好護衛一下 好那這邊我過來 拿一下 然後把那個焦人貝哥給這個 我的木龍玄機 木龍玄機出暴擊呀 直接把這隻秒掉 我直接把他秒啦 基本上一定出暴擊 基本上 好打我沒關係 你們看一下這個黑龍 真的很怕 很怕咒絲啊 差點死 真的很危險 所以我才會覺得黑龍很爛啊 一個咒絲就可以把我搞死 敵人一定會有咒絲的組合啦 我還暈了勒 好沒關係 先解吧 是可而止 那我們這邊要把那個 他們的咒絲給秒掉 好秒掉 這裡可以暈他 黑龍比較厲害的點就是 他的暈眩是 想暈就暈 跟那個古倫德不一樣 古倫德要看地形 但是古倫德在這邊也可以暈啦 因為這個有障礙物啊 好我們直接墊下去吧 好乾掉 這邊你也可以這樣啦 反正我們那個下奧儀有一個免死嗎 不是免死啊 就hpdb50%的話不怕死掉就像這樣 看你要不要這麼拚啦 你不拚的話你就不要衝 反正在等一回合就可以啊 好也可以再等一回合慢慢來啊 不急啊 因為我們有30回合嘛就可以等於cd啊之類的 來吧 來吧 開玩笑 我們 再歸一回合好了 好 那我準備衝了 護衛一下 好直接放 他們等一下會有兩隻衝過來被我們燒啦 好 放一下這一招 因為這一招可以那個 有那個什麼 靈運是不是 就是可以補血啊 好啦我們把 這隻秒了 秒了之後就會跑出這個鷹隙海 然後再把這隻秒了 那我就玩到這邊 剩下之情發揮 因為這兩隻真的很難打 真的很難打 好這隻也可以秒 好屬性克制 那你最好到這一個 因為你在這一個的話那個誰 黎歐會跑過來打我們 好 好 那這一下就是苦戰了 前面小兵沒什麼啊 主要是這邊 很麻煩 你看打我們黑龍就 快死快死了 然後這隻 然後這隻鷹隙你又不能近戰打他 你可能要用遠攻啊 因為他會震我們 扣我們的防 他很討厭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buff 有夠多的 然後天賦 有沒有 沒有 無法護衛啊 他會讓我們無法護衛 所以我們那個誰啊 下鷹隙會被他秒掉 很容易被他秒掉 所以我們下鷹隙就直接去死吧 直接打他去死吧 然後你看我們被他 我們打他之後他還可以造成我們一隻固定傷 有夠痛的 近戰喔 被動嘛 被近戰打 所以我不敢用兵儀打他 我只敢用那個木龍拳衣墊墊他這樣子 我就讓他墊墊他 好把他墊一墊 你就想辦法 你要想辦法把他墊死 墊死他之後再打這個黎幽 想辦法保存你的戰力 我就是這樣子啊 還是得出手啊 死的算了 死的就算了 讓他中了燃燒這樣子啊 好不好 然後你也可以暈他 比如說這樣暈他 我暈你啊 讓你不能動啊 下一回 你就不能動了 這樣大家會玩了嗎 想辦法把他秒掉 秒不掉就哭哭 好我要被秒了 快死了快死 好我先玩到這邊 因為這個打起來很久 因為他們血超多啊 他們血都上萬 好幾萬 那這個血5萬 快3萬 打很久 我就先玩到這邊吧 打下來可能還要再打個 快10分鐘也不一定 好給大家參考吧 我的 40層思路是這樣 你們就針對你的陣容啦 你的組合 你的屬性 然後再去挑那個 最後要跑出來的幫手是誰 那個下猴 那個 玉石翔是雷屬性 但是我用下猴 打他也是打不太動 所以我就放棄 因為下猴 三星嘛 三星而已 好三星 差幾片 就四星了 戰力才三千多 人家夏威都五千啊 我才三千而已 那樣打不動 OK 那這期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是千年還是萬年